雷仔 两边都是有这种破解能力的选手 上海MV同学师面队 北边扛压 体坛这边正面突破不了 微波gaming的情况之下 向西侧去绕 RSTE就在上海MV同学师面队的身后 这一波的话 如果上海MV同学师面队 不快速解决战斗的话 RSTE的全家马上就要赶到了 King也没有能够耿住 Ginney 这面是直接溃败了 这没有办法 没办法 确实 因为第一开始 你第一波的高点位 只有一个人在顶 是 而对面体坛战队是 如猛虎一般 三个人直接扑上来 把你从圈边 直接撕开了一个口子 现在体坛 在面对一一代劳的RSTE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 对方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此时此刻 北京微波gaming 三人编制 来到前点 看看这波圈架 能不能够取得一些效果 而Ginney在竞点 撕血状态之下 也没有办法 敌过帅狗和他的队友 微波gaming 来到这个点位上 其实已经是一个残局状态了 体坛的阵型没有办法展开 所以这一波微波gaming拿到分数 应该不是什么 这是 但是这不巧了吗 这不巧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拒绝 人家STE不放呢 主要是他们如果把STE清了的话 其实能控停 但是其实地形 你可以听他们最后的队内语里面 都还没分清出来 扎到坑里面一队到底是谁 对 就是说白了这一波 他们的想法是想把坑给清出来 这样的话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没错的 但是没想到 那边是另一队 有一队挺难的 对 他们最开始是知道STE是在马路边的 然后开了一台车 两个人进到坑里面 然后他们判断出后面是有个架枪的 想把他们后面那个马路边架枪的给打了 结果那个架枪已经被打了 这个信息没抓到 对 然后顶过去的时候直接遇到了另外一队 所以说这波对于信息上面可能是有点缺失 但是这波要去选择往这个方向打是没有错的 肯定你在处于一个圈边的时候 你要控制出一面来 他们的选择肯定是知道前面那一面 首先有两个人进到坑里面 那这样的话如果打他们边上的队伍 那另外坑的两个人 他们也说了坑里的人是帮不上忙的 所以说这波往北边去打 选择权是没有错的 选择的一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只不过就是信息上面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说巧了吗 巧了吗 对 其实如果 那一波那个铁坛没有顶过来的话 这个选择就是收益会很大 对 如果铁坛那边在马路边没有顶过来 我们确实能过去能把速男补掉 补掉之后还能把坑里面另外两个ST的包起来打 那这样的话北部的空中权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应该在后面还是得跟铁坛打一架的 因为他可能他们当时正在想着怎么去打那波架 并没有收到那个收到速男被击倒的一个信息 出重点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当于他们最后就是被淘汰之后 对内语言还说了一段 说坑里的人到底是哪个队的 对 就他们不知道是哪个队 所以说速男倒地的 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个队 他们速男倒地 他也不知道今天是ST啊 这一步 他就没想着 把人家家偷了就算了 他把人家的导师给宰了就算了 还不知道对面是谁 不过也还好 这一把并没有说什么个人失误或者怎么样 他们说白了这一把就是 想去打这一波是正确的 但是呢撞到了另一队的脸上 所以说我在我看来 这一波是没有个人失误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失误的 是可以接受的一波打架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停速了嘛 所以我们的物资并不正好 像居民倒地了 他还跟令要了一个大包 其实第一波 散兵跟那两个人 拉到马路边去亲的时候 如果散兵是把M4的话 可能就能有机会了 对肯定会有机导 如果就是有机导信息 就能判断说那个是STE了 他这个反坡 就散兵刚刚拉出去 马路边打的那一波 就拿UMP打的那一波 那个位置 就让我想起了当年 清晨在场上的时候 散兵也是一把UMP 然后拉过去 我就来打AG 当时是有机导的 我记得 对有机导 但是因为是一把UMP 没有M4 对不对 就打倒了一个 他说这波我要是M4都不用你 这波我要是有M4的话 我都不用你 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吧 就是那一波 你看到刚刚这一波 有没有想起来那一波 应该是想起来了吧 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还是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的 加油城堡 好 看到目前场上 只剩下五支队伍了 我们的积分这一局是拿了两分的前期淘贷分以及一分的排名分 应该是三分 比昨天好一点 昨天第一把才拿两分的 哦你要这么 你要是这么比的话 我心还宽一点 对啊 我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啊 我来到我们的主场我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的 我跟吉祥一样 我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哈哈哈哈 大家今天结束了 不管 你老要跟人家你干啥 我不管我就要跟大比我吃醋了 说实话 今天来主场特意多睡了两个小时是吧 对我特意多睡了会儿 然后晚上我还多准备了一下功课 昨天的每一波我都做我都做的一波细节 好好 比如说昨天的一些交流的名场 另外的名场面 名场面 嗯 呃 散民的去跟打awm对枪 黄的六颗油 居民的那一波谁给我封了颗烟 嗯 这些名场面我都是有做功课的 好好好 懂了吗 好好好 可是你昨晚直播的时候顺便做的吧 那不是顺不顺便这是一回事 我反正我是认真做了 好好好 刚才看到 C9引爆再具淘汰的派的一名成员 现在目前场上是 4打4 打1 打2打2打2 对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积分91分 第二名的form66分 以及第三名的重庆听派的话65分 距离我们的分差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嗯 这一局 呃派肯定是会 缩小一些分差 但是没关系 第一局嘛 嗯 你跟昨天比我们是有好转的 不用打你 你昨天第一局做哪一分呢 不对 我好了想吗 嗯 我这个车还能开吗 酷酷快奶一下派 行 这把听派吃鸡 我说的 他真吃了怎么办 我就信你 他就两个人了 你还怕 我不怕呀 你看到这一波听派两个人虽然说是两个人 但是他这个防守啊 顾若金汤 哦 哦 哼哼还就还得是你啊 哈哈 看啊 还有一个人还是有有生力量可以作战的 我觉得听派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嗯 听派这波可以操作 虽然三个人压到近点 是的 哼哼你的功力确实 哈哈 这种东西 记得大家结束之后一定要多夸下我 这种能力你要巧的用 我是仙才 啊对 没错 好 我们看到这边 格子是放倒了明死根 现在应该是 四打四 然后打二打二 四个队伍 哦 现在明天被补掉了 你吃完就四打三打二打二了 哎 顾居居还在啊 哎 没了 居居还活着 你这个嘴我啊啊 我看了你地图视角 我看到顾居居 你这边功力发的有点大呀兄弟 四打三打二 目前厂商控制 天霸第五名啊 啊 全 你的口腔炎可能要拿出去了啊 我给啊 前十节要口腔炎了 你答应居居的 居居啊 咱该走啊 早点走吧 这一局我觉得可以恭喜rsg了 是吗 我来看一下啊 我奶谁啊 这边微博跟 rng打个你死我活 直接rsg过来做受一波 然后这波也没有奶的必要了呀 这个位置微博跟rng先打的话 确实是rsg最有优势 他还是个满边的 怎么要省功力了 这波奶下去没有必要了 苦苦这不让是我 我就直接我就直接说现在 哦 rsg其实也可以 你看嘛 这个位置 四打二打二的话 这两个二还先打起来的 那rsg完全就是要么就等着 要么就想出来收收分 想收分的话就积极主动一点 不想说我给你同一条你特别喜欢的弹幕吧 什么弹幕 这个帅气的男人承受的态度 他那个帅气的男人 咱 哦 自作主张的说应该说的是我吧 要不然我为什么都给你听呢 啊 可以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我要送他一点东西 真的吗 真的恭喜武汉SG拿下这一局的胜利 我也你也愿意看 对 我相信很多粉丝跟我是 因为他们并没有打什么价了 两个人啊 两个人头啊 那也是人头吧 恭喜二啊 opo 人的六分 二分二分二分一行 本场的mvp给到的是 rng的苏语露 好 目前的淘汰榜 依旧是 那三个男人 男人 我这个淘汰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男人 也不愿意看 对你 我这个男人